祂勇使我救主 祂信我 祂爱我 祂写使我得主 谁我知 祂爱我 尽我爱全体 主啊 我们把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 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为了过去两天 祢施恩 我们感谢祢 我们更为了祢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感谢祢 使得祢每一次说话的时候 不仅仅是我们的祝福 主啊 祢每一次说话 也就是我们的托付和呼召 主啊 让我们在祢的话上 能够忠心 在祢对我们所说的话上 我们能够全力地来活出来 主啊 祢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招通的 主啊 祢有未尽的话对我们来说 好 让我们正在祢的面前 成为一个合祢心意的仆人 谢谢祢 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了 弟兄姊妹我们这次第四堂 讲到合神心意的领袖 我们第一堂讲到要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要有美好的生命和性格 第二件事情 讲到如阴展翅的生活 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如阴展翅上腾 我们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就应该过属天的生活 因的生命 特别说到祂的属天 特别说到祂的超越 特别说到祂在神的面前 祂是一个离开地 向天而去的一个生命 不断地长进 不断地上行 今天早晨我们讲到不妥协的使命 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全力以赴 不妥协的 照着神的旨意来扭转每一个局面 让我们所接触的人 让我们所在的聚会 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侍奉 让我们的家庭 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局面 能够让他能够被扭转 能够合乎神的旨意 能够照着神所要的 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往前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决定如果一个神家的领袖 前面所说的生命生活使命 我们都能够活得很好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基督徒忙得不得了的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追求 我们有太多的环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不要小看自己的角色 没有一个基督徒 神在他身上没有托付的 不然干嘛要我们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使命 在我们所在的角色 在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神所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为主发光 能够为主做见证 能够为主带下该有的祝福 你看神借着约书亚带领六十万大军 能够到迦南地区 把所有的抽敌赶出去 让神的百姓承受应许 神可以借着这个索罗巴伯 跟约书亚带领了将近五万个人回来 他们恢复重建了这个神家的见证 神可以借着积淀 带着三百个人 把米甸人打掉 那个神家手灵粮食的征战 神的恶力们极其穷乏 因为每逢撒种 米甸人 东方人 亚玛利人都来 把整个土产破坏 对不对 但是米甸 当积淀被神兴起来的时候 他把那个局面流转过来 主耶稣 拣选的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翻天覆地的 把福音传出去了 福音传遍了地址 后来兴起保罗 六姊妹 神又得到了一般少数的人 也改变了环境 神可以借着一个小小的小孩 五饼二鱼 我们今天早上说过 也改变了局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六十万 神可以用六十万人来改变局面 神可以用五万人来改变局面 神可以用三百个人改变局面 神可以用十二个人改变世界 神可以用一个人也来改变局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数多少还不是最重要的事 而是到底神有没有得到一般和他心意 能够被他使用的亲密 我们再小都在神的面前有功用 至少就着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是光 是盐 就已经有足够的影响力了 对不对 你看多少人活得多么没有味道 枯燥 我们来 让他们觉得人生开始有味道 把福音带给他们 这么多人活在黑暗的里面 我们来 把光带过来 让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从前有一个传道人 他服侍很灰心 他一点都没有果效 服侍了好几年 哎呀 他好失望 他觉得他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工作完全没有果效 有一天 他在马路上走着走着 非常灰心的时候 他很无力 突然经过一个商店 那个窗户上面 有一个大黑黑的一张纸张 他就眼睛这样再看了一下 那个大黑纸张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蜡烛 发了光 在黑暗中一点点小光 小蜡烛 然后底下有一句话 很感动他 他说就算全世界 所有的黑暗加起来 也不能阻止我不发光 哇 一句话让他里面重新得力 真的 你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 这个小蜡烛是光 就是光 对不对 他在黑暗中 光显得更美丽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传道人就在那里 重新得力 他不在乎 他外面看得见的工作果效 他只在乎 我到底能不能在主的面前 继续为主发光 弟兄姊妹 我们要让我们这个人 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人 好不好 不管我们在什么样子的处境里面 尤其今天早上 我后来坐在那边 听与师母讲到家庭 我们的家里面 妻子 孩子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家人 我们都应该因着我们这个人的存在 因着我这个人回家也好 因着我的出现也好 我都希望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的是祝福 不要你每次一回家 那个孩子就难过 哎呀 爸爸又回来了 不要你一回家 你的姊妹又说 哎呀 我的弟兄又回来了 没有好日子 对我姊妹 这是我们的失败 不要说你那个聚会 聚到一半 你一开门走进去 人家说 哎呦 某某弟兄 怎么又来了 这是反面的影响力 对不对 一来人家就很紧张 因为怕你今天又发脾气 一来就很紧张 怕你今天不晓得要在这里挑战谁 那弟兄姊妹 这都是我们的失败 我们来应该带着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来 我们来应该带着主的同在来 我们来应该带着主给我们的生命和祝福来 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流转我们 我相信你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会承认 神当初造你 是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痛苦 有没有 神造你 就是专门为了去制作别人 成为那个手中独特的工具 把别人悄悄打打修理一顿 有没有 没有 我们都相信 也都盼望 我能够成为神手中祝福别人的祭民 阿们 阿们 从今天晚上回家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你旁边的人睡着了 就帮他推起来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所以夫妻要络布一块 络一箭 这是难免的事情 因为我们生活生活得最近 但是只要有任何一方肯掀下宝座 只要有任何一方肯让死在我身上发动 你发现怎么样 生就要在他身上发动 就算生没有在他身上发动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了 弟兄姊妹 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就活过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这一个人充满了喜乐 知道主给我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生的价值 基督住在我的里面 而我要学习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心相之情 我到哪里去就要把神的工作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带去 这叫做是活物 咱们到哪里去 轮子跟着他们 咱们到哪里去 火焰跟着他们 他们到哪里去 你就发现那边有祝福 就临到他们所经过的地方 因为这一般人 是零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随着的 今天早上我讲过 我们要能够成为流转局面的器皿 我们自己要先变成一个 可以被神流转的人 弟兄们愿不愿意被流转 太小神 你们占三分之二 姊妹们愿不愿意被流转 你听到没有 弟兄们愿不愿意被流转 前一阵子我们那里有一个 弟兄姊妹在那里跟 我们有个生活专题 他们在交通到 这个夫妻之间爱的语言沟通 那个姊妹就很可爱 他说 他说这个男人结婚以前 什么事情都去找女朋友讨论 结了婚以后呢 就变成只告诉他结论 这个已经算很不错的弟兄 还会告诉他结论 他说结婚以前呢 男人很幽默 结了婚以后呢 都变得很沉默 结婚以前呢 这个没话找话说 结了婚以后呢 有话都不说 你说我们该不该改 该改 我们真该改嘛 对不对 然后要流转局面 你自己要先被神改 如果我们肯被神改 你就发现 哎呀 我周围的人快乐了 哎呀 我来到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这么喜欢 我的出现 因为我能够把神的同在带来 不是我受欢迎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在我身上 我来了 这边好像多了一个运河 把神的祝福带下来 所以以前我很小的时候 我也很感谢神 把我摆在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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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教会 所以我们有一些长辈们 哎呀 那个波饼聚会 只要这个弟兄 和这个老子妹在 你都发现 那天的波饼聚会 绝对不会不好 只是有那个 那个活水的泉源 有一些人就是在那里 他们就好像来了 天就像我们开了一样 那真的希望 有这样子的器皿 在我们中间 能够有更多 这样子的器皿 不是根据恩赐 这完全不是根据恩赐 这是根据我们这个人 肯不肯倒空置尽 因为我今天早上说过 神工作的法则 跟人不一样 人总是用自己的方法 想要去解决问题 想要去追求好处 神是先得到对的器皿 然后借着这个器皿 神亲自来做工 所以这个聚会 能够有神的祝福 这个家能够蒙福 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我把我自己 降服在神的底下 交在神的手中 是神透过我 神亲自在做 神做的工 哪里有不好 神带来的祝福 哪里有不好 所以越单纯 越简单 越顺服 神容易在我们身上 越能做工 但是我今天早上讲的 所以我们已经讲到 美好的生命和性格 讲到如因展示 上腾的生活 那个属天 超越的生活 第一 决定不是我们生活 该有的境界 我们是属天的 同样的 我们身上带着一个 不妥协的使命 我这一生活着 甚至我每一天 连我今天活着 我的目的 就是要让神的旨意 透过我这个人 能够被彰显出来 神的旨意 神的祝福 能够透过我这个人 来流转 我所接触的环境 来流转 我所接触的局面 好 那第二次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 聚会决定不一样 你在教会里面 就不太会听到那种 主啊 我们今天都空空的来 求你让我们 饱饱的回去 那每一个人都空空的来 谁有东西吃啊 你下次来 就不会说主 你就不敢空空的来 你一定会祷告的 你一定会预备 找自己 说啊 你真的是让今天的聚会 有你的祝福 我们来 是带着带着丰富 带着基督丰富的恩典来的 好好在家里面 独自音先预察 先准备好 来到这里 我们就把我们预备的 就跟弟兄姊妹分享 来到这里 我就能够立刻祷告 不像昨天的老母鸡 要呃个老半天 都飞不起来 我们一来 我们就可以飞了 从头弟兄姊妹 在天上飞到尾 多好啊 对不对 这样聚会 多羡慕啊 可能很多的聚会 都是特会 到了最后一天最高 所以我们常常 跟弟兄姊妹挑战 我们的退休会 赢会 要第一天晚上 就登堂入室 进入这圣所 绝对不是这样 连滚带爬 连横带叫的 最后一天才起来 我们第一天就要进去 因为到了最后一天 大家都舍不得 就像我们明天要走了 我们也很舍不得你们 那怎么样子 能够让我们一开始 就进到神的统在 一开始我们就 就被神提起来 这是我们要学的 所以将来如果要成立小组 小组复兴 人人有责 小组的复兴 要从我们开始 如果我来到神家 我决定不是空手来 我决定我来到神家 我决定不是带着 这么多的问题 来到神家里面 我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出神恢复 让我可以去服侍弟兄姊们 那并不是说 你来神家不可以软弱来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疲倦 很软弱 让我们接受肢体的扶持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每一次 都是爬着进来 你总要有一两次 你飞着进来 好 今天我们要讲第四个 讲了生命 讲了生活 讲了使命 任何一个神家的领袖 决定不能没有身体的看见 那今天我们讲第四件事情 讲teenwalk teenspirit 讲了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在这里建立一个 卓越的领导团队 就是讲到身体的见证 那弟兄姊妹 我已经说过了 一个神 任何神儿女神家 蒙福的度量 跟被神使用的度量 决定受教会领袖的影响 个人的领袖 更是包括整个教会 最主要的领导团队 就是这一个神家的这个 带领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 leadership group 就是神家的领袖们 他们不光个人是需要 是一个好的领袖 而且被摆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卓越的 非常优秀的 非常能够被神祝福的 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所带来的祝福 远远超过 个别好的基督徒 好的领袖 如果一个讲神家 我们讲到神家的领袖 不讲身体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讲的 这是个人主义跟英雄主义 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leader 让大家爱戴我 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leader 让别人愿意跟随我 那这是个人主义 讲领袖 一定要讲到身体 因为我们是被神摆在身体的里面 这个你看美国 西方世界 现在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 发现这种 这种这个好莱坞也好 或是电影界 电视界 所有的做法 都是在这里捧高偶像 捧高个人主义 那种那种这种 打斗骗也好 或者是警察骗也好 都是所有的警察都不能解决这些坏人 只有一个最最厉害的人 全身是肌肉 他拿着枪到最后都要靠他一个人解决 他把坏人都解决了以后 警察才赶来 白白赶来 这是美国好莱坞给人类的塑造的观念 就是英雄主义 就是个人主义 神家决定不是这样 神家决定讲身体 而这一个身体的团队 非常重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有特别的祝福 是给身体的 个人得不到 例如说讲到会幕 决定不是个人 这么多的树板 为神家稳稳的赞助 把这个立体的建造建起来 可以看见会幕里面 这么荣美的会幕 而神的荣耀充满 这是我们个人做不到的 弟兄以前讲过 一个杯子打碎了 每一个小片上面可以装一点水 再装的水 决定比不上整个杯子 可以装的水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的祝福 是特别给神家的 贵重的高油 黑门的甘露 弟兄姊妹是给和睦同居的弟兄们的 你们这两天 当然本地的弟兄姊妹 没有这个福分 然后有一些从外地来的弟兄姊妹 最近经历了一点弟兄和睦同居 难得一个大统铺 大家一起睡觉 是不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真的是 虽然有这种不同的憨声 打岔一下 可是真的很美 对不对 你发现 这里来的 那里来的 然后各地的憨声不一样 有山东腔的 有陕西腔的 有什么河北腔的 有的是吸的 有的是吐的 各式各样的汗声 真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有这位 弟兄和睦同居 真的是很宝贝的事情 贵重的高油 黑门的甘露 哎呀 想到我们心里面就喜乐 这是身体里面的 有一些特别的力量 特别的能力 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的 想两个人 同心合一的祷告 想并了 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 想教会奉主的名 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捆绑 弟兄姊妹 这都是我们个人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一根筷子 一折就断了 十根筷子 很少人可以折的断 更不要说 如果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 如果各个同心 被摆在一起 在基督里 真正合一的时候 仇敌切切切 是打不倒我们的 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团队 教会 整个教会 神儿女们 本地的教会 的地方 我们是一个身体 但是领导的团队 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要看见我们 整个是一个团队 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为着神家 这个团队一定要强 他能够把整个神儿女们 带向神的旨意 让整个神家 祝福 不被打岔 不被拦阻 而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神 整个永远旨意的成全 也是在身体 教会 装饰整齐 心腹预备好了 圣诚信 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所以神永远的旨意 也是借着身体来完成 基督已经完成了 他那一部分 今天等候他身体的成熟 等候心腹的装饰整齐 等候圣诚信 耶路撒冷的完成 弟兄姊妹 当这一切做完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新天新地降临 种植 要跟着基督 一同进到荣耀里去 所以我们今天 一定要为着教会的身体祷告 因为一个人爱主 一个人追求 一个人侍奉 比整个团队 一起爱主 一起追求 能够一起有合一的侍奉 弟兄姊妹 这个难度大太多了 你看一个人赛跑 跟两个人 二人三脚 你们晓得是跑过这个没有 就是两个人的腿 就是我的右腿 跟他的左腿绑在一起 就是两个人变成三条腿 你要跑起来 蛮多了 对不对 很多人跑一跑就摔跤了 那我们那里有个弟兄 也是带师的 他是 他读大学的时候 破了他们那个学校 大学的这个100米记录 他11秒钟 到现在学校 还没有同学超过他 我说他一个人跑 100米11秒 我说如果你带着你的姊妹 我们的姊妹也很可爱 我说你带着他 跑大概几秒 他说大概110秒 你就发现 一个人跑可以这么快 你要两个人 能够同心跑得快 那就是挑战 我一个人唱歌 我很自由 我走掉了也没关系 我快乐就好 可是合唱团要唱的时候 弟兄姊妹 那就不容许你这个样子 你一定要受限制 你一定要约束 你一定要隐藏自己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资格参加合唱团 就是这样 因为我声音太大了 要学习在团队里面 能够有合一 有和谐的表现 你这个人一定受约束 但是这种见证一出来的时候 他的力量 他的美丽 他的价值 常常都超过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身体上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大家也很熟 所以我们要为着神家 这个好的团队祷告 那整个神家 不管多少人 一定有一个最核心的领导团队 而这个领导团队底下呢 又有第二环的领导团队 不管是区啦 小组啦 或是哪一个侍奉 专门的侍奉 例如说所有的关怀 可能是一个部门 福音可能是一个部门 总务是一个部门 教会的敬拜 侍奉是一个部门 可能有各个不同的部门 而这个部门呢 又是要有他自己的核心团队 所以每一环都需要有一个核心的团队 所以任何的侍奉 任何的小组 任何的聚会 然后大到整个的教会 他好不好 都跟这个核心的团队 发生绝对的关系 所以你们将来设立的小组 你这个小组好不好 决定跟小组长副组长 你们的关怀同工 福音同工 造就同工 这几个人 能不能密切的同工配合 很有关系 你的小组好不好 一定受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 在主的面前 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看见身体的重要 然后我们让我们这一个团队 是一个合神心意 是一个非常卓越的领导团队 好 现在我很快地交通几件事情 就是我们如果要让这一个团队 这一个领导的团队 因为今天我们是在讲领袖 我们还不是讲整个的会众 而是讲这个核心的领导团队 不管是整个教会的 或是我们分区的 或是小组的 或是各个服事部门的 在这一个团队 有几件事情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建立一个有效 而且在主的面前 一个卓越的领导团队 我就简单提五件事情 好不好 当做大家的参考 我决定相信 王弟兄 这个徒弟兄 这里的负责弟兄们 他们也会常常给你们 有这方面的教导 那我只是就着我个人的一点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点 要讲其实可以有更多 但是我想我先交通这几个重要的点 第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个团队 我不怕老生常谈 我也不怕一再的重复 任何一个团队 要能够真正属灵 要能够真正发挥 要能够真正蒙福 他一定要属灵 也是讲到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最在乎的 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 还有跟神的关系 那个东西决定不能掉 掉了这个 你后面那四个 你做得再好 你发现这个团队 早晚会被仇敌破坏 要属灵 一定要属灵 一定要要求同工们 在生命上 在跟主的关系上 我们一定要正常 如果这个团队 不是让主居守卫 如果这个团队 不是有一颗心 说我们要永远神 是我们的 整个团队的中心的话 弟兄姊妹这个路 早晚走偏 而且你们在主面前的祝福 决定不会得到最上好的祝福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不够绝对 那问题就是 你大家注意听 问题就是 没有一个团队会否认说 我们的小组 不是以神为中心 有谁敢讲这句话 你们有没有任何一个团队 任何一个服事 敢说我不是以神为中心 不是让主居守卫的 你不敢举嘛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常常是很多小组 非常忽略的事情 哎呀 小组居会在一起 大家各种吃的东西啦 各种玩的东西啦 彼此关怀啦 讨论这个弄那个啦 我们会注意到很多外面的东西 注意到它的需要 那这些东西我不是说都不好 而是我们会不小心就忽略了 最重要的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主自己 团队可以感情很好 但是耶稣不在其中 一个团队 如果真正是让主居守卫的话 哎呀 弟兄姊妹你知道 你不管将来大风大浪 不管碰到任何的事情 是甘是苦 是高是低 你都发现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稳定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主在我们中间 基督是咱们的老大哥 他永远在 虽然眼睛不能见 但是我们知道主在这里 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在这里 我的那个小儿子很小的时候 我以前记得讲过 在我们家开侍奉聚会 大概有六个还是七个 负责的弟兄姊妹 会到我们家来聚会 大概是六个吧 我就跟我小儿子讲 我说今天晚上 我们有六个人要开会 我说你帮我到书房去 帮我摆一些椅子 结果我跑去书房的时候 一看他抬了七个椅子 我说多了一个 不需要 他说那个是给主耶稣的 你看咱们儿子这么小 我就很惭愧 他还会开侍奉聚会 给主耶稣预备一个椅子 那个小萝卜头 那时候大概才三岁多 他会给主耶稣预备聚会 不是预备椅子 然后聚完会的时候 他好生气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那个什么什么 叔叔怎么这么没礼貌 我说干嘛 他说他整个晚上 坐在主耶稣的腿上 因为我们其他六个椅子 都一样 他特别预备了一个大椅子 有靠背的 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他把他从别的地方拖过来 他是预备给主坐的 就没想到我们那个弟兄 一进来一屁股就坐上去 所以他小人在外面看了 越看越生气 他觉得这个叔叔 怎么一个晚上坐在主的腿上 现在大学都快毕业了 再也没有这种想法了 主说我们要回转像孩子 他这么小 他就会想到说 主耶稣应该来啊 应该要给主耶稣预备 可是你看我们多少有恩赐的 多少认识神的人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 我们会说主同在 我们会祷告主同在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心里面 那么样子真觉得 主真在这里 所以我在美国 有好几个教会去过 他们跟我们说 他们在教会里面 开侍奉聚会 有的时候开到一个地步 很难过 弟兄姊妹是拍着桌子吵架的 他说真是这样 拍着桌子吵架 哎呀 我觉得真的很难过 如果主在这里 主耶稣如果那天真的是显现 在复活里显现 坐在这里 你想他敢这样子拍吗 他敢这样拍吗 主耶稣坐在这里 他敢这样拍吗 决定不敢 他敢这样放肆吗 决定不敢 所以今天我们里面 要尊主为大 我们里面真是要在 信心的里面 我们要知道 要学习 让这一个团队 让我所服侍的团队 我们的各个团队的同工 这些领袖们 我们要敬畏主 要爱主 要在乎生命 要在乎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 开这种 牧长职同工会的时候 我都希望同工 一定要早上 早一个钟头来 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不经过祷告 就去讨论神家的事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人的意见 人的看法 人的感觉 肉体都可能进来 要让神的儿女们属灵 所以不管你是 负责教会的师班团队 饭食团队 整洁团队 招待团队 要带领自己 所服侍的 这个团队的同工们 要让他们属灵 让他们爱主 以前有一个牧师 我听他的录音带里面讲到 因为这个牧师 在美国蛮有名的 已经很年长了 大概九十岁了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去牧会 第一天上任 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他那个教会 弟兄姊妹也很多 后面的师班 就七十五个人左右 那个大师班 在唱诗 那唱完诗呢 都非常非常的 哇 诗歌也唱得很好 什么这个聚会 各方面好像都 都蛮好的 没想到他站到上面 开始讲道的时候 他说他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他听见后面 有人在磕瓜子 他想不可能 他讲讲讲的 又听到咔嚓 又在磕瓜子 他就回头一看 真是有点人坐在那边 磕瓜子 他们那个师班 是坐在讲台后面的 会众坐在底下的 牧师站在这边讲道 没想到一回头的时候 发现这些师班人 站在那上面磕瓜子 他简直吓坏了 又怎么样 这是叫做放肆 放肆 我到一个地方 去聚会的时候 他们前面第一排 坐的好几个年轻的女孩子 十来岁的 全部在那里 搅口香糖 就这样搅得好大声 就一排 那我知道有些 到了中年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 坐的只打顿 躺下睡不着的 有的时候怕打顿 需要偷偷晒一点酸梅 把自己提省一下 或者喝口茶 但是你不会整排 整堂坐在那里 搅口香糖 而且搅得这么大 我后来实在 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说请里面这几个 年轻的姊妹们 把口香糖吐出来 他不懂得敬畏神 还有人告诉我 说聚会听到一半 旁边有人在里面剪指甲 在家不剪指甲 跑到教会剪指甲 我没有勇气问 他是剪脚指甲 还是瘦指甲 不懂得敬请 你要带团队 要带出一个 卓越的领导团队 这些团队一定要敬畏神 这些团队 一定要跟神有好的关系 这些团队的团员 一定要在乎 他们属灵的生命 不要急的一直叫他们 做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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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乎他们生命 要被建造 跟神的关系必须要好 兄姐妹 这边如果要转型 要开始进入小组 一下子会有很多 所谓的leader 被安排出来 教会来不来得及 每一个都这样子 看着你们的情形 不容易 从我自己一个 客观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很不容易 父老们这样子爱神家 他们身上有这么多的重任 有这么多整体的方向 要去寻求 所以如果你们在座的 这些年轻的 这些中轻的 不属灵的话 是神家的灾难 自己一定要属灵 然后要带领 神的百姓属灵 我说这件事情 不怕老神残谈 不怕一再重复 一定要自己属灵 要带领神的百姓们属灵 要懂得敬畏神 要跟神之间有对的关系 第二件事情 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有共同的意向和使命感 既然被神摆在一起 我们要借着更多的交通 彼此的祷告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真是同一心灵 同一脚中 知道我们在为何而战 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知道我们在朝哪个方向去 我们必须借着 长长的交通 长长的祷告 让我们这个团队 在主的面前 最重要的这些核心的同工 我们里面必须一致 我可以说 我所说的领导团队 我要一再的重复 可以是整个大教会 最高上面的领导团队 可以在下一环的领导团队 可以在下一环的领导团队 可以下下下到 我们整的整洁组 招待组 饭食组 任何一个组的领导团队 因为我们底下 都有这么多的同工 这个团队里面 大家一定要借着交通 借着祷告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神家需要的 不是只是把事情做了 神家需要的是 能够成全圣徒 各尽其子 神家需要的是 让神百姓知道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在所有做的这些事情背后 都带着见证的使命 所以神家不是需要 有人做事而已 神家的每一个侍奉 都是生命的发表 都是见证的彰显 简单来记得这句话 太重要了 神家没有一个服饰 跟生命的发表 跟见证的彰显 没有关系的 不管他是饭食 不管他是招待 不管他是整洁 不管他是讲台 不管他是父老 任何一个角色 他通通跟生命的见证 跟见证的发表 发生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神儿 你们 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这一环 第一环的牧长子同工里面 我们就希望所有的同工 我们都在主人面前 虽然我们还很差 我们常常提醒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共识 我们不是只是要去做事 我们要把神儿 你们建造起来 带着使命感去服事 无论做什么 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而且我们知道在这里 要在身体的这个境界 这个层次里面 来归荣耀给神 因为你一个人做事 你可以很忠心 任劳任怨 你们不做 我自己做 叫人家做 不好意思 干脆我自己做 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 原来都是好好先生 他们没有人做 他们就只好自己做 但是他们也就是做得很辛苦 很累 你看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次见证 我们去早期 刚开工不久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教会的整洁工作 我们买了一个新的小会所 有楼上有地下室 那我们把整洁工作 分成了三大组 每一组大概有将近20个人 那我们的整洁大队长呢 他是一个好好先生 分成这三大队的以后呢 每一个礼拜有一组负责做所有的整洁工作 刚开始还好 过了一阵子呢 这20个人就大概变成只有15个人做 再过了一阵子呢 大概这个20个人里面只有10个人做 再过一阵子呢 大概只留下三五个人下来做 那很多人就明明写的名字呢 就不好好做 忙啊 先走了 这个就不负责 就退掉了 有一天我到外地讲道具 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到教会去看一下 去拿东西 一看我们的弟兄 楼上楼下一个人在那里吸尘 我说今天怎么搞的 只有你一个人呢 他说今天很特别 所有人都走光了 他也不好意思把人家叫下来 他也从来不好意思去问说 你为什么不再做了 你知道这个 在神家 这个服侍主 有时候要当坏人 那是为着对方的好处当坏人 所以我后来就 也跟同工们交通 祷告以后 我就是跟这个弟兄 整个大队这样讲 说你心肠太软 你去接别的服饰好不好 他说当然好 因为他做这个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我们就把他交给了一个 这个从前是一个 当总师病 那个侍从官的一个军官 他退役了下来 我不是说因为他军官 叫他做这件事 而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就跟这个弟兄交通 我们就把这个神家的看见 我们的负担 我们的使命告诉他 那这个弟兄很可爱 他那个时候接这个的时候 他就把这三张纸全部撕下来 他重新到讲台上去报告 他就把他的负担讲出来 他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上 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神 我们要借着整洁的工作 来彰显 我们在神家里面 我们低违舍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见证 所以你不要随便写 你写了就要负责 你写了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做 你不能做一定要请假 真的很好 从他那一次交通以后 这个重新报名的人 虽然没有每一组二十个人 但是每一组至少还是有十几个人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教会的整件工作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到我们搬到那个去租的教会 租的学校之前 那一段时间就真的非常好 那有一次我还看见他带的这个 三大组的这个小组长 你看整洁是一个大队 底下又分三组 那三组各有小组长 那天我就看见他带的这三个小组长 为了教会的整洁工作祷告 我就很感动 因为很少很少 我知道有教会 会为了教会整洁工作祷告 那他们就知道说 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整洁需要做 而是到底弟兄姊妹 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是不是带着使命 带着在主的面前 知道这是一个身体的见证 这是一个生命的发表 而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认真的去做 我觉得这样就是对了 就就摸着了身体的见证 所以我们在那里很在乎 我们很盼望 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大家是在一的里面 我们有同一心灵 同一脚重 那我们知道 合一的根基是在于主的生命 对不对 但是同一个意象 会能够强化 我们中间那个合一的关系 那个一的关系 就十百克弟兄说到 共同的意象 是一个最强的联合力 意象产生的联合力 比人之间的相爱 熟悉 关系还要强 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意象上 我们两个个性可以不一样 我们两个的喜好可以不一样 可是一碰到意象 一碰到死命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放在一边 因为这个是神的使命 这是神给我们的托福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能够一起重视这件事 跟同工之间要常常借着交通 借着祷告 能够让我们这个东西能够很强 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我们中间讲 他说 这个不同是一定的 他说两个人就一定有不同 三个人就可以投票 对不对 因为就有二跟一了 他说四个人就可以结党 所以少少的人就可以在神家有很多的难处 不要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人 不要说可能这边如果真的开放的话 那个聚会不知道多到多少人 所以神家一定要从这个核心团队开始 核心的团队能够真正的同心跟合一 有同一心灵同一角中 我跟你说 神儿女们就找不到在这里搞分裂 搞破坏 在背后伤害的这种空间 因为团队太强 这个领导团队非常的实在 建立在一个真实的意象和使命上 这个合一是很强的 虽然我可能跟我的同工个性很不一样 教育程度不一样 生长背景不一样 甚至我们天然的喜好不一样 如果照我天然的个性的话 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人 可是当我们真被摆在使命上的时候 我就不容许任何人说我的弟兄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神圣的使命 因为在这里有一个神圣的意象 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 没有同一个意象跟同一个使命 我们非常容易被破坏 非常容易就经不起考验 第三件事情 讲到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 我把相爱放在同一心灵同一角中 放在这个同一个意象 同一个使命之后 相爱当然重要 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讲爱 讲爱 讲爱 讲得超过了让主居守卫 讲到了超过了同一个心灵 同一心灵同一角中 那个真正的合一 就讲相爱 相爱久了会出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主居守卫 然后我们真是有同一个意象跟看见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真的要学习相爱 圣经上相爱的教导很多了 最基本的消极上 就讲到我们彼此能够接纳 彼此能够包容 彼此能够容许之间的不同 我跟我们的同工讲 我们一定要容许不同 但是绝对不容许不同心 阿爸们 要容许不同 但是绝对不容许不同心 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说人家都要跟你一样 没有两个人的兴趣看法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 一定要跟你一样 可是当我们来到绝对的真理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永远旨意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荣耀的见证面前的时候 对我指明我们中间不可以有任何的不合一 我们必须要为了主能够站得稳 这次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相爱在消极方面 讲到我们彼此的接纳 我们能够在彼此的宽容 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彼此的忍耐 但是在积极方面 相爱积极面 讲到我们彼此成全 讲到我们彼此建造 讲到我们彼此福祉 今天在神家有勇气 愿意去成全别人的人越来越少 今天在神家有度量 接受别人成全的人更少 很多人一被成全就受伤了 一被别人纠正就软弱了 一被别人纠正心里面就不服气 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积极的心 特别是在这个领导的团队里面 你对整个会众还是很难 因为这么多人 你可能不够了解他 不够了解他 有时候纠正会纠正错 但是核心的同工 我们常常交通 常常在一起 所以当他不对的时候 我们要有勇气去成全他 那个前一阵子 好像是在美国 大概是在美国 有一个人在店里面喝酒喝醉了 喝醉了出来以后呢 他就往车子走去 准备去开车 你知道醉酒开车 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个店主跟店 跟在里面的顾客 都看见这个人喝醉酒了 然后走出去 走到他车子里面 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去告诉他说 你不要开车 你这个时候不能开车 结果这个人车子开出去以后 没有多久 他跟对面的一辆车子 迎面撞上去 自己死掉不说 把人家对面一家六口 三个人都撞死 就因为没有人 有这个勇气 敢出来告诉他说 你这个时候 决定不准开车 警察在的话 这个人想开车 是会被抓到监狱去的 但是当时的人 大家就没有人 有这个勇气出来 纠正 出来停止他 就让他去开了车 自己撞死不说 把人家一个家庭 整个破坏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 当我们看见 我们亲爱的童工 这个核心团队 童工里面出了问题 他自己错了 他的态度 他的做法 他的言语 他的生活行为 真的是犯罪或者犯错 我们到底有没有 那个度量 有没有那个勇气 去成全他 我们看一节圣经 好吧 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气 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 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 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请你们注意到 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都掌握住 主讲这个比喻 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 论断我的弟兄 对不对 我看见他眼中有刺 却忘记我自己眼中有良目 所以我们都不敢讲话 但是弟兄姊妹 这只是第一半 这叫做包容 这叫做忍耐 这个叫做我们在主的面前 要谦卑 要知道自己也有问题 但是积极的爱 但是积极的爱没有停在这里 积极的爱是下面那句话 主说你应该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你知道他眼中带着刺 一定阻扰了他的看见 一定对他造成伤害和不舒服 所以真实的爱 除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包容忍耐以外 我们真实的爱应该是积极成全的爱 我应该在主的面前先求主光照我 让我不犯同样的错 让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卑微 我被对付 然后我才能够看得清楚 当我去为弟兄除掉他眼中刺的时候 能够让我的弟兄舒服 能够让我的弟兄健康 这叫做积极的爱 在同工之间 不是说我对他什么话都不能讲 我们应该是在爱的里面 我们彼此包容 但是我们更要彼此残权 这个残权之前有一个条件 我们自己必须先服在主的面前 被主对付 被主捷径 然后带着爱 看得清楚 才为我的弟兄除 然后很多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跳到以佛手术第四章 在爱里面说诚实话 所以我们的诚实话 都是乱七八糟的话 哎呀你这个头烫得太难看了 像个鸟窝一样 你怎么买这个颜色的睡衣呢 怎么买这个颜色的衣服呢 像个睡衣一样满街跑 我们以为这是诚实话 No 那段圣经是说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就是在爱里面持守真理 跟我们平常讲的这种 爱里面说诚实话不一样 那我们在这里讲到弟兄相爱 除了包容 更是成全 除了我们在这里扶持 你看见没有 有一个人他病了 他瘫痪了 但是却有四个人 他的朋友 把他们扛到 把他扛到耶稣面前 众人这么拥挤 他们爬到屋顶上 把屋顶掀开来 把他睡到主耶稣面前 哎呀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团队之间 有这种关系 太宝费了 哎呀我的弟兄最近 因为失业信心软弱 哎呀我的弟兄最近 因为发现重病 在主人面前跌倒了 哎呀我的弟兄 因为最近什么什么事情 他没有力量到主人面前去 哎呀我们同工们 就一起迫切地祷告 我们一起抬着他 到主人面前去 把他放到主人面前 让主医治他 弟兄姊妹 这叫做同工的爱 彼此关怀 彼此扶持 彼此包容 彼此成全 这是真正的爱 帮我们被摆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爱 那个同心 那个在一起 产生的那个祝福 哎呀弟兄姊妹 那是非常宝贝的 这个 他们这个生物学家 告诉我们 这个大宴南飞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要排成人自行 因为这样子的人自行 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流 让这个 除了这个带头的那只燕子 他最辛苦以外 其他所有在他后面的燕子呢 都能够省很多的力量 所以他们一个人飞 跟整个排成人自行飞 那个能够飞的距离 跟力量差很多 他们排成人自行 至少能够多飞 百分之七十以上 因为他那个气流产生了以后 让后面的人 可以借助前面的人 所产生的气流 让他们可以继续在 那个飞得更远 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 真正是一起往前去的时候 我们所花的力量 我们所飞的功夫 会省很多 因为在这里有同伴 而且我看那个书 我很感动 他们说这个 带头的在那里飞的时候 后面 不是后面的弟兄姊妹 讲惯了 后面这些燕子 他们会 常常会叫一些 发出一些声音 来鼓励这个leader 鼓励这个领袖 让他能够有力量 让他继续有精神飞 真的 你们为了神家的领袖 有没有常常祷告 常常给他们打打气 我们中国人 有时候在这些方面太保守 觉得 不要让这些教会的领袖们 这个 软弱了 骄傲了 所以我们都不肯做这些事 其实是不对的 一个服事主的人 在他里面 他不应该存着任何 希望人家报答他 别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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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他的心态 但是呢 蒙恩的人 要学会感恩 这是两个不同的学习 所以传道人 有传道人 要学的功课 这个教会的领袖 有教会领袖 要学的功课 但是我们被服事 被带领的人 有我们要学的功课 如果你的孩子 从小到大 跟你不亲 对你不孝顺 你会不会难过 你说你为什么不孝顺呢 你为什么不帮我去倒杯水呢 你为什么不会想到 这个 来 来 谢谢爸爸妈妈呢 他说 怕你骄傲 怕你不属灵 会不会 当然希望嘛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在这里 无条件的 这个父母亲 无条件的付出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孩子 能够在主的面前 他们也有他们的成熟 他们有他们 他们这个 该有的长进 那这个大雁南飞 他上面讲到第三个例子 就是有任何一只雁子 受伤了 软弱了 下来了 常常都会有一两只 下来陪着他 让他疗伤 让他休息 然后他们再归到下一对 继续飞 那这是我从前讲 这个大雁南飞的时候 这个三个特点 那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以前 有一天我自己也是身体不舒服 那天我们我们在家休息 那我我那个儿子呢 这个这个知道我们在家很累 他说 爸爸妈妈 他说我我借你看一个光碟 他说这个光碟是这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的 就是讲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些的东西 我是很喜欢看大自然 动物 植物这些东西 他也知道 他就拿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光碟片给我们看 那那天呢 正好里面中间有一段 演到这个这个大雁南飞 是从要穿越中国的喜马拉雅山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么高的一座山 要飞到印度去 那个照片就照到这些这一群大雁在飞飞飞飞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说突然一下在山里面起了这个风雪 风暴 那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预计的 他们已经长途跋涉飞 就快飞过山岭之前的时候 突然风暴就这样开始出现 那个旁边的记者就说 他说这个时候带头的 他做的决定 影响了这整个团队 他说如果他这时候继续飞下去的话 整个团队一定全部死掉 觉得很稀奇的事情 我就看见那个鸟群这样飞飞飞 飞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leader呢 突然一下子转个弯 后面所有的鸟群 二话不说 全部绕一个弯跟着他回去 那弟兄姊妹 这真的是在主里面的信任顺服 领袖的先知灼见 他在这里做这个判断 然后他做了这个决定 记者在旁边说 他说 他说这一个决定 就影响了他们整个的生跟死 因此我们要为了神家领袖们祷告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突然出现了一些灾难 突然出现了一些考验 而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飞飞飞 都已经飞到这 眼看的那个山峰就在那里 就可以过去了 就可以开始往下降 开始向印度去了 但是领袖就在 最后一个关卡 最重要的时候 他突然一下子转弯 你就看见他转弯之后 那个大风雪在他们后面 开始追他们 他们还好转弯 不然他们一定全军覆墓 所以弟兄姊妹 我真的是觉得 今天被摆在一个团队里面 尤其我们知道 我们的仇敌是谁 撒旦不甘心 撒旦想尽方法 要破坏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神家 一定要学习顺服 不要常常起来挑战 教会的带领 在这边有爱主的弟兄姊妹 有这样子好的属灵领袖 我们要在心里面 要顺服 我们一同来追求主 那么教会给我们的 一些的要求跟带领 只要不违背圣经 我们清楚是知道 在圣经的真理上 我们就应该都要学习顺服 今天除非领袖们 叫我们走异端的路 叫我们走圣经以外的路 不然的话 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学习顺服 第四件事情 说到我们要一起成长 来追求卓越 这个卓越就是 all standing 或是excellence 我们被摆在一起 这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这个团队的素质怎么样 就在乎我们 能不能在一起 成为蜀联的同伴 能够一起追求长进 一起来追求优越 卓越 我们的同伴很重要的 所以有人问我说 于弟兄 我要搬家到别的地方去 我怎么去找教会 我会跟他讲 当然讲一些东西 我也没有空去细讲 但是我说 至少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我说第一个 这个教会是不是以神为中心 是不是根据神的真理 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 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件事情 我说那边有没有属灵的同伴 大家追不追求 如果是一般爱世界 如果是一般同乐会的朋友 我是觉得最好不随便去 我们宁可找到一般人 是亲心爱主 追求主的人 因为同伴怎么样 决定决定了我们成长的程度 同伴追不追求 决定影响了我们这只鹰 能够飞的高度 在我们美国 这个十月三十一号 有一个南瓜节 我不想叫他们 他们叫鬼节 万圣节 就是有那种南瓜灯 雕刻的 然后放灯笼 我想你们在中国 有没有看过这个 那二十多年前 在我们所住的 那个附近的海边 有一个城市 他们那里开始 这个南瓜比赛 那是二十多年前开始 那第一届最大的南瓜 一百三十五磅 大概这么大 已经很大了 那个南瓜这样一百三十五磅 结果过了大概将近二十年 我就看那个第一名的 已经不再是一百多磅 或两百多磅 第一名的南瓜 变成九百九十九磅 快到一千磅了那次 我后来就再也没有 看到这个消息 那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年 你发现了没有 当他们在这里 一开始说要比赛的时候 哎呀都开始拼命 很注重这个成长 从前可能就是 大概就可以了 我已经长得这样 已经算不错了 一开始有这个比赛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长得很好 那神家呢 决定不可以有恶性 属肉体的竞争 但是一定要在主人面前 要有积极的追求 而这种积极的追求 同伴的长进 都会激励我们 要一起长进 所以你跟怎样的同伴在一起 除非你带着一个影响的作用 能够把大家整个提升 不然的话 久了 你几乎就是跟他们同一个水平 你会觉得 哎呀 我在他们中间已经算不错了 我已经算很爱主 所以当李弟兄去问 何生安教师的时候 说弟兄姊妹都没有渴慕 该怎么样子能够制造渴慕 帮助他们渴慕 李弟兄说 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就怎么样影响别人 你是一个渴慕的人 别人自然就跟着渴慕 你是一个舍己顺服的人 别人看见你就知道自己不够顺服 你是一个追求长进的人 别人碰到你就觉得自己不够长进 同伴很重要 同伴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一起成长 追求卓越 那么一方面我们讲到 我们需要这个全方位 很平衡的成长 教会需要在各方面都要成长 不能够只有某一个方面特别强 那当然神可能特别使用这个教会某一方面 例如说有些教会 他们真的是在宣教方面很强 常常打发人出去做宣教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其他的地方不要成长 而有的教会他们是福音很强 有的教会是话语很强 但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各方面都要平衡的成长 各占其位各尽其职 教会才能够长得好 不然的话 你总会觉得我们缺少了一些 我们在我们教会同工培训的时候 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早期的那种水桶 不是像现在是塑胶的 或是铝座的金属座的 他们是用那个木条 一根一根一根把它扎起来的 对不对 那个木条有长有短 把它扎成一个水桶 然后削平 那么就变成一个水桶 那么一根一根的棍子 有高的 有矮的 有中等的 有平均的 那请问绑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水桶 它沉水量是根据最高的那根 还是最低的那根 最低的那根 所以你就要晓得 如果说把每一根 当作教会某一项服饰的话 如果教会有哪一个服饰特别弱 常常会影响整个教会得祝福的分量 如果你把这每一根棍子 当成这个核心团队的每一个人的话 哪一个同工特别不长进 它也影响了整个团队 蒙福的度量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 我在我所在的团队里面 我就不敢随便失败 我就不敢在主面前懒惰不长进 尤其在座的领袖们 你自己不长进 你就限制了神家整个蒙福的度量 一定要追求长进 而且是要平衡的长进 每一个都要长进 第二个 要全力以赴 追求卓越 就是要进步再进步 台湾以前有个纺织厂 早几十年 台湾的纺织业很发达的 现在换了别的国家了 这个纺织厂 很大的最大的纺织厂 他们要换厂长 这个厂长的职位太重要了 所以他们就把美国总公司的一个顾问 专家请到台湾来 帮忙做面谈 要挑下一个厂长 所以报纸上登 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 很多人都来应征 有一个也是来应征的人 才跟美国的顾问谈了几句话以后 美国的顾问说 我觉得你经验不够 他说我们不用谈了 这个年轻人 这个人就很不服气 他说我起码有十年的经验 那个顾问笑着看看他 对他说 你说你有十年经验 对我来说 只是一年的经验 做了十遍就是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今天多少神家神的儿女 信主十年了 他生命的度量 还是他信主当初一年的度量 他只是那一年的度量 活了十年就是了 所以今天任何教会 任何的团队 如果只是在维持一个水准 维持一个局面 从前的度量 一再的重复的去使用的话 我跟你讲 他就是停留在一年 做十遍 做二十遍 做三十遍 他没有长进 所以一个好的团队 整个团圆 追求卓越 一起成长 而这个是会很影响教会 很影响团队的 如果团队肯在主的面前 一起成长 你发现这个鼓励 这个喜乐是很大的 我们中间这个张弟兄 我们那天在培训的时候 也还跟弟兄姊妹介绍他 有时我去上课的时候 经过厕所 我就说我听到里面 这个嘻嘻哈哈的笑声 我正好去上个厕所 一看他们三个弟兄 一个医生 两个博士 在里面 在那边研究 扫厕所的配方 因为我们新买了会所 外面的这个清洁剂太贵了 那他们就在那里 还有一个材料科学博士 他们三个人 在那里研究说 加醋还是加什么 反正这是怎么臭 能够出来一种 很好的这个配方 扫厕所又不需要那么贵 然后又能够维持它的香味 追求卓越 真的很好 对不对 然后来到神家 我们没有什么 博士医生的背景 我们来到神家 就希望我们把最好的给神家 我们希望尽心竭力 让神家每一样事情 都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最近 那个整洁工作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这个整洁大队长 他是一个医生 他上一次在教会报告 他说当我们教会 整洁同工的这个门槛 我们最近会降低 没有博士学位的 也可以来当整洁工作 你想我们教会里面 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都很可爱 来到神家 每一个服饰 安排的人 他们自己会追求长进 而不是只是交差了事 这就很好 如果每一个服饰 只是被安排 交差了事 不得已要去做 你知道教会 只是在维持一个局面 所以饭食主 如果能够追求长进 他们能够去研究 怎么样子的方式 能够教会去省钱 能够让教会最不脏 能够让弟兄姊妹 又能够来到神家 又能够享受神家 如果每一个团队 都有这样子的同工们 有这样子的同工团队 他们只有一个心 我们愿意全力以赴 让神家能够有最好的 侍奉跟见证 哎呀你知道吗 教会真是舒服啊 来到这里真舒服 我跟于师母 有一次去南加州 参加一个教会 他们教会一万多个人 场地大得不得了 在一个小山上 他们的弟兄姊妹上厕所 出来那个洗完手的 那个纸巾 他决定不浪费的 他一定把洗手台 旁边的水擦一擦 才丢到垃圾桶 所以他们的洗手台 上万个人用 干干净净的 地上也没什么水机 他弄了水 他一定把它擦干净 他才走 他怎么把这些 美国的弟兄姊妹 不光是美国人 各国人都有 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大家就是爱神家 能够追求最好的 因为这都是见证 别人来 像我们第一次去 我们看着就很压抑 哇 这些弟兄姊妹 这个穿着西装 打着你 各种绅士 竟然会就会擦一擦 弄一弄 把教会弄得干干净净的 那为什么 我们中国教会 常常到处土台呢 到处丢垃圾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来到神家 我们能够追求长进 追求最好的呢 为什么教会一再报告说 不可以开手机 手机要关着 然后每次聚会 都有手机要响呢 我们有没有想到 这是神的聚会 这是神在这里 今天在天上宝座面前 我们会带着手机去吗 会手机出来 然后我们就当面 就讲话吗 不会嘛 要主在这里 要追求卓越 要让每一个方面 我们都长进 都进步 要把最好的归给神 他配得最好的 所以如果每一个团队 不管你是饭食 是整洁 是小组 是做音乐的 做讲台的 做接待的 任何 你都会能够花一点功夫 比世界上的人 做生意 做企业 还要用心 因为我们是在 服侍万王之王 为什么在工作单位上 我们可以做得这么好 来到神家的服侍 我们只是维持局面 只是交财了事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领袖怎么样 领导团队怎么样 就把整个教会的风气 带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真的希望教会里面 都有一些 亲信爱主的领袖 我知道你们在座 都是这块地上 很重要的下一棒 要接棒的人 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 我们不可以 只是维持局面 我们要追求长进 要追求卓越 Outstanding Excellent 一定要把最好的给神 如果每一个团队 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负责带领教会的 这些父老们 他们可以专心 祷告寻求教会的方向 能够专心祷告 用神的话语 在这里喂养 在这里建造教会 他们不需要 天天去解决这些难处 该起来 是不是 该起来 最后 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传承 神家不仅仅要成全同工 我们一定要有传承 我们这一阵子 在自己教会里面 讲属灵的传承 因为我们在那里 跟这边的弟兄姊妹 碰到一个很不同的挑战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叫做ABC 在美国生长的中国人 那么他们的语言 绝大部分都是英文 他们的观念 受的教育 他们的朋友 差不多都是说英文的 所以跟上一代之间 除了已经有的年龄代沟以外 还有文化代沟 还有语言代沟 所以他们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也很辛苦 因为我们大部分讲国语 然后翻译 所以对他们来说 就觉得很遥远 不容易在一起 可是我们就在那里 看见美国的教会 美国的华人教会 上一代跟下一代 几乎是一条水流过来以后 就分成两条了 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很不甘心 因为圣经上讲到 至于我和我的家 必定侍奉耶和华 应该是全家一起成长 全家一起侍奉的 所以我们就很希望 能够对孩子们 能够把神给我们属灵的产业 神给我们属灵生命 神给我们属灵的使命 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在这边呢 也许没有这样子一个文化 语言上的代沟 但是弟兄姊妹 至少再怎么样 下一代 我们要开始传承 怎么样子能够把棒子 能够清清楚楚的传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在这里 维持一个聚会 而让神的儿女们 只是参加聚会就回去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 为神家培养合用的器皿 培养起来接棒的人 所以在我们的服饰的纲位上 每一层服饰的纲位上 我们都希望这些领袖 目前现在的领袖团队 能够以传承为怀 我们能够想到 要怎么样子把我目前的服饰 能够做得最好 而把我们的经验 把它写下来 让我们这样子的经验 这些摸索 这些学习 这些心得 能够让接棒的人 直接踏在我们的肩膀上 就能够继续的进步 他们不需要重新摸索 当然这件事情大 严重可以讲到 教会最高的带领的弟兄姊妹 但是你也可以讲到 我们最基本的服饰上 我曾经在举例的时候 曾经讲过 我们早期 刚刚开始成立会所的时候 各样服饰的人都不够 那百万之七十的人 都是我们传福音才得救的 从来没在神家出入过 怎么服饰也不会 所以呢 这个招待 叫他们要在聚会前半个小时来 那很多人有的时候就迟到 讲很久 他们也会迟到 所以有些人进来了以后呢 上了厕所以后 发现厕所里面 没有卫生纸了 进去以后就出不来 对不对 那就得在里面叫啊 等啊 等个老半天 人来了 才补了卫生纸进去 所以这个招待的经验 就做得很不好 那这样人家新来的人 参加了 这个被关了一两次 人家就不来了 所以等到这批的招待 做做做做做 将来他们要想要换一个 新的服饰 不再做招待了 新的招待又开始接的时候呢 又是从头开始摸索 然后又是厕所里面没有纸 然后又是有人要在厕所里面惨叫 所以就这样 从刀覆册 从刀覆册 就一再错 一再错 一再错 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 不可以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有现在服饰的 你们把你们所有的经验 该做的事情 应该全部写下来 清清楚楚的 怎么样子把它做得最好 然后新接的服饰 面对新的需要 人越来越多 可能有不同性质的需要了 他们再能够来修改 这个已经做出来的东西 让将来再接的人 又能够在这个上面 再更进一步 小组也是这样 你不想当关怀同工 你一定要为了这个小组 培养出关怀的同工 不是说有一天你不做了 就一撒手 整个小组没有人做关怀 你在平常就要准备好 做传承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 而我们里面愿不愿意 真正的好好来做传承的工作 所以我跟弟兄姊妹 用了一个比喻 就像接力赛跑一样 传这个棒子 你接棒要接的好 你一定要传的好 它接的好 到底今天我们从前面的那一辈 我们接的好不好 然后我们自己跑的好不好 然后我们传的好不好 这三件事情都影响了神家 到底我们今天从前辈们 接这个棒子 有没有真正的接到 到底我们接到的是不是棒子 而我们接到棒子以后 我们自己跑的怎么样 当我们跑完了 我们当跑的路 我们交给下一棒的时候 我们交的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真正把棒子传给了他 这个就影响了整个教会 历史历代 整个教会 一代又一代 我们的传承 到底这个见证能不能下去 到底我们跑 能不能跑得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我的信息不能再讲了 时间到了 各地都有各地的教会 各地的教会蒙不蒙福 弟兄姊妹想不享受这个聚会 到底这个聚会在神家 在神手中能够被神用到什么程度 我再说 我重复的说 决定受领导团队的影响 领导团队是不是真正属灵 这个领导的团队 是不是真的在主的面前同心 同一心灵同一脚中 有同样的意向 同样的使命 这个领导的团队是不是真的相亲相爱 在主的面前可以彼此包容 彼此扶持 彼此成全 然后这个团队当年在主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同来成长 一同来追求 长进又长进 来追求卓越 这个团队是不是有传承 当你要传承的时候 你自己必须是榜样 对不对 当你要带一个童工 你要带着他的时候 你在教他怎么做的时候 你自己必须是榜样 当你是榜样的时候 你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 所以教会一定也需要有好的团队 我其实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越想越兴奋 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世代里面 神把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 摆在我们旁边 我们要去珍惜我自己的同伴 不管他是谁 这是神主宰的权柄 把我们摆在一起 神把我们挑选出来 在一个团队里面服侍 所以我们要真正心心相习 一辈子只活一次 几千年来 神把我们生在这个世代 神把我们生为中国人 神把我们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在这边服侍 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团队里面 哎呀 越讲下去 你应该越爱你旁边的同伴 对不对 刚才这个余师母说 叫我们要彼此握对方的手 看着对方的眼 我从你的身上看见王的荣美 你要从心里面讲 真是这样 主把他摆在我的旁边 是要叫他成为我的祝福 主把我摆在他的旁边 是要我成为他的祝福 地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 就像有一个牧师曾经讲的 他说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不完全 但是我们却是很真诚 我们真的不完全 我们虽然是没有十全十美 但是我们至少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追求 要追求长进 追求卓越 我们要真诚以待 让我们真的成为对方的祝福 好不好 那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我看见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在主的面前 你们看见我们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都更长进 因为主把我们放在一个 很好的教会 主把我们放在一个 很好的团队 主在我里面 给了我一个更新的态度 让我一定要回去 让我的团队进步 要让我的团队蒙福 要让我的团队 在主的面前追求卓越 我们一起为了主的缘故 让神家变得更好 如果每一个领袖 都有这样子的胸怀 有这样子的看见 我相信我们在主的面前 聚会会不一样 那我们一起唱一首 选本的副片 113首 你们有没有副片 没有副片 没有副片 那我们唱那个三人 三人是你所见识 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了 那是第几首 275 我们唱275 好吧 我们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 第一节跟第四节 没有关系 我主上能是你所见识 乃是给世上所有梦恩的罪人 一切梦学将属心得接近证 你都是给世上所有梦恩的罪人 你都是给全平和入大地门 光是他荣耀的主 使我羡慕 而光我主 你始终在他中间 混音乐 我都叫我被世上所有梦恩的罪人 就是不见天生 之夜再向着天 天堂是爱是光有时事 你会有地产生 嗯 在内做中心的盏上 你会有地产子 今和平方志 才是天堂对我们社会健康 因为有了意外不再温馨 爱心才尘过去眼泪才会干 过去才会满了安心唤醒 就好会和你不早日将寻散 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在欧洲服侍的时候 我们到了一个教会 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些的难处 那天晚上帮我们整个培灵会结束以后 我们把最核心的这大概十一二位同工留下来 我没有这五个点都问他们 我只问他们三件事情 我说在你们这个团队里面 有三件因素 至少有三件事情 决定这个团队能够给教会带来祝福的程度 我说第一件事情 是你们这些领袖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 我说第二件事情 到底在你们这些领袖们身上 有没有带着一个使命感 一个共同的使命感 我说第三件事情 我说你们彼此之间 你们自己觉得过不够真正彼此切实相爱 我还没有问传承 还没有问那些长进的事情 我只问这头三件事情 我说你们稍微想一下 然后回答我 结果那天很稀奇的事情 当他们想完以后 这十一二个人 只有一个人 说我们应该有有使命感 所有其他的人 全部对这三个问题 回答都是否定的 他说我们同工们跟神的关系不好 他说我们彼此之间 没有真实的相爱 他们说在我们身上 这个使命感也不够具体 也不够强 也不够真实 我说那就难怪 你们服事上有这么多的问题 丘子妹 我不晓得在你自己所在的聚会 不管大不管小 在你所在的服事里面 所在的团队里面 不管是做任何性质的团队 如果用这几个问题来问你们的话 你的团队成员 这些同工们 属不属灵 爱不爱主 是不是真正让主居所谓的同工 第二个 你这些同工们 你们彼此之间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就像整结主 招待主 饭食主 你们可以在饭食上 有特殊的使命 除了那个伟大的意向使命以外 你可以在饭食的事情上 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感 要给教会带来怎样的祝福 你可以在接待的事情上 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我们要怎么样子 借着接待的服事 能够让教会 能够有见证 能够有祝福 你们可以借着 是招待 我们招待的使命 到底是什么 到底这个使命感 在我们里面够不够强 而第三个 到底同工之间 是不是也是同伴 是不是真实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在一起成长 我们在一起扶持 我们在一起包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真的同工们之间 有这些的关系 你发现我们每一个服事 每一个小组 每一个聚会 都会跟从前不一样 你要成为神家和神心意的领袖 你自己必须决定不能单独 你决定要把你自己摆在这个团队里面 而且你决定要有一个心智 要叫这个团队成长 要叫这个团队和神心意 要叫这个团队真正发挥 他该有的祝福 如果我们能这样子 我决定相信教会要不一样 教会真的要不一样 阿不阿满啊 阿满 我们一起接受这个挑战 好 我们最后再把第一节唱一遍 我们就祷告 一百四十二百七十五 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 我祝福所能是祢所见诚 乃是个世上所有望恩的罪人 我一直不知就熟悉得及清真 你都是个全民可如大地门 光是他荣耀一种 是无是无 而光我主 你是主在他中间 神不照我 谁知音处言处 就是不见天 只言在想着天 噢耶稣我们真是要来赞美你 使得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有你同在就是天堂 有你同在我们就喜乐满足 主啊我们再也不觉得孤单 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 是神的儿子 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 主啊为了教会各个团队 为了各个服事 各个小组 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 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同在 让我们尊重你的同在 让我们在乎你的同在 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 主啊让每一个聚会 每一个侍奉再也不一样 让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是为主而做 哦我们在这里一同长进 我们在这里同心 我们在这里相爱 我们在这里彼此顺服 主啊我们都是为了要叫你的心得到喜乐 主啊复兴你的教会 先来复兴教会的领袖们 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更加卑微 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更加顺服 让我们也都在你的面前切实相爱 哦耶稣啊祝福你的教会 不让我们再软弱下去 不让我们再任凭仇敌来伤害我们 让教会刚强起来 让教会的侍奉能够不住的成长 谢谢你 我们再一次的祷告求你祝福这地 主啊让这地真的充满了你的统在 充满了你的祝福 充满你自己荣耀的工作 谢谢你 我们再把明天这一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你自己对众人来说话 你越过少子的贫穷和软弱 主啊你自己出来说话 你自己出来做工 哈利路亚 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主啊过去的两天我们感谢你 为了我们将来的路程 我们来信靠你 主啊让我们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阿们 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